大家珍峰Show 美食團 又到了星期日版的大家珍峰Show 又是美食團的時間 逢星期日很多一家大小都會約晚上吃飯 可能結婚的人會回去跟爸爸媽媽吃飯 帶兒子回去探望爺媽媽 星期日大家都會這樣做 星期日有很多六天都會 香港的小朋友都很乖 主動會和家人吃飯 探望長輩不像國內那些 但是想去吃東西和等位都很頭痛 沒錯 尤其是等位 我真的很怕等位 老實說 如果你要我等位那些 我寧願不吃 選擇去第二間 但沒辦法 店子少少 桌椅有限 所以現在晚飯時間是五時半開始第一輪 五時半第一輪 我未吃得下 有些人很早吃飯 這是農村生活的習慣 但你經常覺得老人家要早點吃飯 五時半一輪 七時半一輪 八時半一輪 其實香港有很多餐廳 周圍都有地方吃飯 周圍都有很多好東西吃 我嘗試去發掘多些好吃的地方給大家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間 傳統廣東菜的飯店 叫小菜吃飯 沒錯 沒錯 他在灣仔聯發街 我沒有記錯 一間叫做明記多寶 明記多寶 現在這個鋪位是新鋪 都幾年了 之前在另外一個位置 但都是灣仔 總之搬舖 搬來這裡 都做了很多年了 我首先要介紹這間 為什麼要去這裡吃 原因是它有一道菜 我覺得挺特別的做得 那晚我吃了三道菜 咸魚適合老人家吃 通常這些煲 老人家喜歡吃 但不是適合老人家吃 老人家喜歡吃 對不起 我說錯了 說錯不行 老人家很喜歡吃咸魚 所以咸魚不是那麼健康 但配合這個蔬菜 比較健康 讓它多吃些纖維 也可以吃到咸魚味 這個咸魚橄欖煲 我欣賞它的地方 就是它不太油 因為通常這些煲菜 有很多油在底 就是咸魚吸收了 可能是咸魚吸收了 但它的咸魚份量其實不是很多 你可以說它是偷工減妙 即是要一些味道 那第二道菜呢 第二道菜呢 我覺得一般可食可不食 就是這個紅酒燴牛味 很有趣 廣東式做法的紅酒燴牛味 其實就變得有點像中式炆牛腩 只不過它裡面的配料就是蕃茄 有蘿蔔 當然它應該是加了紅酒 變得有點甜甜的感覺 好了 紅酒燴牛味 另外這裡我要介紹 就是我去到必食的 就叫做脆炸崩沙腩 崩沙是順德夜 牛腩 牛腩其中一個部位就是崩沙 我常常都讀不到這個字 崩沙 即是山字做個砰 應該是崩沙 崩牙 這個位置呢 我平時去吃這個清湯牛腩 我都會點 都會叫的 很貴的 是的 通常叫崩沙腩 如果平時那些牛腩是四十多元 它是得步想的 因為牛是只有那個部分 只有那一缺仔 是崩沙的 所以價錢就貴 我喜歡就是 因為它中間有一層 好像香口膠一樣 有得咬 有得咬 我就是喜歡它咬 所以吃清湯腩我一定會點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 牛腩就是 譬如清湯 或者去燜它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 它可以用來炸 炸牛腩 脆炸 炸了整塊崩沙腩 就沾炸漿 但會不會浪費了呢 對 不浪費 反而是 你跟我一樣想法 炸的時候 可以留著 所謂的肉汁 油 都在裡面 所以外脆 它炸得多成熟 內嫩 中式菜通常是全熟的 但要炸得夠軟 它不會硬 它不會硬 還有它保留中間那塊香口膠給我 我真的炸得很爽 所以要點醬吃 有些人點生辣醬 或茄醬 它有碟醬給你 等於你吃春捲一樣 脆脆的外皮 點少少碟醬 來吃的那道菜 這就是明記多寶 我必食的推介 那你三個菜 大概吃了多少錢 二百元左右 二百元鬆一點 二百元鬆一點 因為那碟崩沙腩 確實是貴了一點 舊水的 總有一些菜式會貴 但像阿卡所說 平時吃牛腩 四十元碗是雙倍的 本身的肉已經貴了 所以賣貴一點也正常 而且現在牛 那道菜有牛 價錢都比平時高了二十多三十元 因為現在牛肉這麼貴 對 牛太貴了 其實真的不鼓吹別人吃這麼多牛 基於環保的原因 對 也是 不過也是一個好提議 一個星期跟家人吃一頓飯 就吃一次這麼大把 平時就吃清淡一點 如果大家想看看Band Bird 吃東西的圖片 就可以上Facebook 是我們大家珍鋒show的Facebook專頁 大家珍鋒show 今天有 我就是珍鋒show主持人 Kawaii 講話什麼都這樣 就是我John Simon 小時候要學好中文 大一個要練好英文 聽電台當然要認識潘小文 My name is Ben Ben Bird 我是張啟樂 潘小文 是 有什麼好東西吃 吃東西吃東西吃 恭喜你跟我說話 因為我期待你去介紹 有什麼好東西 我剛才就介紹了 這個是崩沙 脆渣 我要介紹這個叫麵包咖哩雞 麵包咖哩雞 即是麵包飲咖哩雞汁 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屯門友 我經常在屯門出入 你見到我 全世界都知道 我化脹了一點 我媽不知道 我住青山 我爸不知道 我真的住青山 知道 這個知道 這個眾所周知 我真的住在青山 我明白就可以了 眾所周知 每晚放兩天假 放一天假 放一天假我就出來了 明星期日就出來 沒錯 話說我在屯門經常到處 食雲屯門 半閃文 都可以這樣說 話說在屯門迎風園 有一間叫阿萊廚房 阿萊廚房是什麼 阿萊 如果懂泰文的人 就會知道阿萊 就是什麼 好吃的意思 阿萊 如果很好吃 就阿萊阿萊 就是告訴大家好吃 這間阿萊廚房 就是吃泰國食物 當中我自己吃 其實我一個星期 都會幫忙一次 自己想想 其實真的 有什麼吸引 潘小敏 吃得都很密 一個星期一次 為什麼阿萊阿萊呢 它有個麵包雞 這個麵包雞 我真的覺得頂掛掛 為什麼 因為它的雞 我不是喜歡吃雞 雞有雞味 不是雞有雞味 給我猜一下 它不是一塊大的法式麵包 剁開一半 不是剁開一半 然後雙個麵包 就滑空 倒掉了 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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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它應該是這樣的做法 但是後來我發現它有改良 本身它這間阿萊廚房 是在商場裡面 但是最近這一年 就搬去商場外面的街店 就是街店 所以我就看得它清楚一點 那麵包雞有什麼好東西呢 就是它的麵包本身 我想它也是拿貨的 但是它自己會加工 烤得脆薄薄的 麵包真的好像一份報紙那麼大 哇 怎麼那麼誇張 麵包報紙那麼大 半份報紙 真的報紙那麼大 切切切切 它的長度有那麼大 就是圓 圓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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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車輪包那麼大 不是車輪包 只是一個麵包超人的樣子 那個麵包 潘小文 其實你們現在這份報紙 是半份 半份 半份斬了4個角 就是麵包的尺寸 你一誤導我們聽眾 我以為就是這麼大 2份1版報紙 4份1 我叫一圍人去吃 那個麵包 每次都吃不完 我可以翌日早餐繼續吃麵包 咖喱是怎樣做呢 我經常安裝它的廚房 師傅故意背著我不讓我看要放什麼料 但它的咖喱味真的要治好正宗泰國咖喱 但如果吃正宗泰國咖喱就辣得非常辣 即是青咖喱嗎 白咖喱 它是用白咖喱的方式 水一點的 泰式咖喱沒有那麼稠 但醬汁點進麵包就剛剛好 即是沒有這麼重的椰油味 因為印度咖喱或西亞咖喱有椰子味 尤其是新加坡或西亞有很多椰子 泰式咖喱的香茅味道會比較重 而且雞汁是帶甜的 適合我吃 我不是不吃辣 但太辣 我也喜歡甜甜的咖喱 它的咖喱有沒有蛋在? 沒有蛋 沒有蛋 我很怕吃蛋 剛好它沒有蛋 所以就適合我胃口 還有它的咖喱雞 泰式咖喱雞 它的雞肉也很滑 用海南雞鋪咖喱汁 浪費了海南雞 你不要管它是怪的 它就是這麼怪 還有海南雞的味道嗎? 有的 還有那些咖喱味進到雞裡嗎? 就這樣淋上去 即是海南雞應該是鹹一點的 你吃一個菜式就試到兩種味道 我跟你說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樣解釋給你 但是吃下去的味道真的沒得頂 還有它的麵包也燙得脆薄薄 那你點一下點一下 那這一味菜 即是它一送出來的時候 就要趕快吃了 不然麵包會軟 不是 麵包它就能保持到 我們是冷了 但仍然是脆薄薄的 可能你吃半小時之後 那個麵包都依然是軟脆的 通常麵包都吃得完 是咖喱不忍心扔 通常會拿一個碗自己打包回家繼續吃 那個咖喱汁 那個咖喱汁很好吃 那除了這個麵包咖喱雞 還有什麼好吃的 我只是介紹兩樣東西 其實我經常都吃完 但我覺得它比較出色就是咖喱麵包雞 但我早兩天去拍照的時候 它剛剛埋洗包 八點都未夠不開心 那麼早就沒有了一個麵包 結果老婆說你試試轉薄餅吃 味道又不錯 又有一種吃法 我覺得很有趣 另外一種就是柚子沙拉 泰式的柚子沙拉 泰式的柚子沙拉 很流行的 木瓜 有沒有木瓜 我沒有叫木瓜 因為木瓜我覺得是硬的 我比較喜歡吃軟的東西 咬下去的味道就舒服一點 柚子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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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它真的天天即開 它不是拿貨回來的那些 我看到它下午三點 它自己開柚子 自己開柚子 就不是買散柚子回來 不是買散柚子 它拆了柚肉之後 所以每天的柚肉都很新鮮 而且它的製法真的衣足泰式 它就是有些辣椒 花生 魚露一定要有 魚露 魚露 很香的魚露味 攪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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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 吃下去很棒 即是先吃沙拉 然後再吃咖喱麵包雞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它的青檸梳打 青檸梳打 青檸梳打也很特別 一般青檸梳打 它真的給你一塊檸檬 給你一杯梳打 就是給你一杯水 給你一杯青檸梳 然後就攪拌下去 但它本身的青檸梳打的醬汁 它就用青檸 調製了一些很獨特的醬汁 但那種醬汁 我又是沒有辦法問到它 它死都不明白 即是避佛 避佛它自己調製青檸汁 但是那個梳打水 倒進青檸梳的時候 那個味道 跟我平時在九龍城喝的 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 不過要讚這間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間都會是這樣 那個梳打水拿出來 給小民喝的那一瓶 我真的在泰國 正在泰國 正在泰國 升下梳打 這樣它就會便宜一點給你 即是送些東西給你 是不是 所以現在大家去 但這件事去到八月底 總之就是去到達朵 我是加珍峰蘇的 你叫麵包 它一定便宜給你 便宜過麵包給你 好 大家有時間 一起去阿萊試一下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